请求没事的 舍不得孩子跳不着狼 太子妃这下应该会消停一段时间了 小姐 你也真能狠得下心 不过少爷和姨娘又吵架了 听说还摔了东西 那龙 我爹有说什么吗 老爷觉得姨娘运气有情可圆 就数罗了少爷一顿 德飞为何突然找你序话 之前并没有什么来往 德飞是太子的养母 此次估计准备替太子妃出头 走 咱们进宫吧 德飞娘娘吉相 那日大殿之时候 便不曾相见 本宫对你甚为挂念 如今可还安好 托娘娘红服 小女子日子过得尚且安稳 那便好 本宫身边出了叛党余念 害你吃苦了 最近太子可有去找过你 启离娘娘 小女子自恢复身份后 顺少与太子来往 还敢说没来往 那日太子还专程去龙科洞府上找你 伯娘 她撒谎 太子妃所言 可是真的 娘娘明鉴 太子殿下当日是去找父亲一事 顺带归还小女子的旧物罢了 什么归还旧物 明明就是旧情复燃 顺娘 这女子伶雅历史 你别信她的话 该信谁不该信谁 等宫心里自然有数 就不劳太子妃费心了 是 是我骑婚了头 口不择言 还请额娘恕罪 你呀 要是有他人的一半度量和聪慧 至于让皇上和太子如此生气吗 看来太子妃身体尚未痊愈 还是先回宫歇息为好 太子妃用情至深 因此对你和太子间的关系极为敏感 你就多担待点 德妃言重了 往事不可追 如今小女子已配不上太子殿下 感情可没有配不配的说法 你也莫要过于自怜 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 本宫与你投缘得很 今后得空 可常来陪本宫聊聊 蒙娘娘垂青 小女子不胜荣幸 想不到 德妃娘娘居然是个如此名势力的人 是啊 我没想到她会真的主持公道 还让我多去宫里走路 德妃娘娘在后宫之中 说话极有分量 若是她真的赏识小姐 德妃娘娘也不过随口一提 可莫要当真了 快走吧 那哥 你没事吧 你刚刚只是想看清湖里的鱼儿 我知道的 谢谢你了 姑娘 不用不用 我啥也没做 只是不知你是哪个宫里的人 为何站在此地 我是 莲亲王府上的人 素文莲亲王府近 是这方圆八百里内的第一美人 姑娘可认识她 认识自然是认识的 不过 什么第一美人 可过欲了 如果不美 如果不美 那莲亲王又为何会专程进宫求皇上指婚 非她不可能 姑娘 大概是认出我了吧 姑娘又是哪里人呢 小女子是九门提督府上新任的养女 原来是你 福晋也知道我 你的事迹传遍了京城 怕是没几个人不知道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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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先行一步 不得了 不得了 如果有空 就去莲亲王府坐坐吧 这雨下得可真突然 两位姑娘进来时似乎太过专注了 我可一直都在你 你是龙科多的女儿 公子认得我 你忘了吗 花马神你案子时啊 我也在找 你是 那个 敦俊王 看来本王还挺出名的吗 敦俊王吉相 免礼 这雨正大着你 咱们何不聊聊趣事 哪怕是见 小女子平日里足不出户 着实没听过什么趣事 不如让苏培灵妹妹来讲讲 奴婢倒是知道一件可怕的事 不知当说不当说 但说无妨 本王又不是下大的 近日城外一桩 多了一些孕子城内的尸体 都是高烧不退 腹蟹不停致死的 高烧不退 腹蟹不止 这是什么命令 奴婢略通医术 在一桩帮忙时 曾亲自验过尸体 因此奴婢怀疑 那个 怀疑什么 别吞吞吐吐的 怀疑城里有人得了十亿 十亿 那不是会传染扩散 此事非同小可啊 你所说的可有半句假话 奴婢拿向上人头作宝 此事先行保密 烦请姑娘速速告知令尊 本王立刻回京 明报八哥 小可爱批心 我们到罡朵迄 过去 坡朵货 你 nhưng 你们都没理想看 我知道 等等 或访亡 露 为 阿玛 这瘟疫之时万万不可耽搁 要不我们先封闭城门吧 这是京城 那些皇亲国戚要出城 我又如何拦得住 那也不能任由疫情扩散 阿玛何不进宫禀告连亲王 老爷 擅自封城 擅自封城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 干脆也学九门提督报病吧 姨娘 阿玛身为九门副提督 真出了事情能逃得了干系吗 我看你是巴不得老爷出事 炒炒炒炒 炒够了没有 都给我滚出去 龙大人今天火气似乎不小啊 王爷怎么来了 王爷怎么来了 本王今日前来是为了瘟疫之事 老臣惭愧 原本想让九门提督拿主意 不料他居然闭门谢客 本王已派人调查了瘟疫之事 千真万确 可万分耽误了 是吧 老臣明白 可下官只是一个附提督 这 侍从全集 大人如此瞻前顾后 能解决问题吗 这 那依王爷所言 下官该如何呢 关城门进外出 同时你进宫禀告廉亲王 可臣只是个附提督 没有权力封城啊 人命关天 真出了事 皇阿玛怪罪下来 大人可一样逃脱不了罪策 可这事如果处理好了 大人可就不仅仅是个附提督了 大人明白了吗 小姐 瘟疫之事你交给了老爷 你就别插手了 可阿玛摆明了不怨多事 若是封城名存实亡 瘟疫扩散出去如何是好 有敦俊王和廉亲王嘛 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 可你若是出头 只怕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可是简秋姐姐 瘟疫之事也关系你我 放任不管 迟早祸及自身啊 我们只要闭门不出 注意卫生 应该不会有事的 这意思是我们要看着瘟疫扩散 哪管他直立百姓生灵涂炭 裴灵妹妹这话说的了 瘟疫而已 何来生灵涂炭 明末精诚大义 直立百姓时事久空 难道如今又要重蹈覆辙 小姐 那龙科多老谋深算 唯利是图 万一廉亲王支持不理 他又怎么肯为了百姓出头 金城多少黄金国戚 你想把小姐推到封口浪尖吗 简秋姐姐以前心地善良 生命大义 可如今 总会变得这般自私自利 让小姐见笑了 是我考虑不周 小姐要去找敦俊王吧 我先去吩咐人被叫了 王爷这是要去哪儿 本王真要进宫面前八哥 你有什么事吗 王爷 怎能有一事相求 你且说 这封城之事非同小可 臣女一家人微言轻 怕是挡不住权贵出门 还请王爷出面主持大局 本王说话分量到底有限 你莫及 待本王进宫和八哥商议后再做打算 王爷 王爷 臣女也知不可操之过急 但直立百姓危在旦夕 王爷身在京城 也不愿见这瘟疫蔓延 对吗 放肆 谁给你的胆子敢这样和王爷说话 王爷 臣女无意冒犯 事态危急 还请王爷挺身而出 你以女子尚且如此 本王即可退缩 这是本王的令牌 应该能帮你挡住几日 臣女多谢王爷相助 臣女多谢王爷相助 小姐 不好了 我刚刚听说直军王附近要一转城门 守卫们怕是拦不住了 他一个附近好端端的出什么城 这个时候来闹 难道分不清轻重缓急吗 你们这群奴才知道本宫是谁吗 居然还敢阻拦 还不快让开 我说一向独善其身的龙科多 这回怎么会转性 原来是你出的搜索 阿玛是为了直领百姓着想裁风的城门 还请福晋配合行事 我看 皇上下旨了 廉亲王同意 扇风承门是大罪 还不快给本宫让开 虽未有皇上御旨 但我有敦俊王的令牌 还请福晋打道回府吧 我还真是想看你 这才多久 竟然又勾打了敦俊王 请福晋切勿为难臣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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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十弟拜见大嫂 今天是吹的时候 龙科托大人临时封城 如今在宫里与八哥商讨要事 大嫂这事要出城 本宫今日在城外与人有约 岂止竟遇上这会其事 事出有因 还请大嫂见谅 此事想必大哥也知晓 大嫂也不想结外生枝吧 这可是瘟疫 你们 嫂嫂慎言 黄阿玛可回事说了 此事万万不可张扬 免得造成民心恐慌 你 宫里宫外 你都要跟本宫作对是吧 本宫不会放过你的 给本宫等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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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